军方又爆出了军纪丑闻 陆军六军团官渡指挥部传出有火防士兵在休息室里面看色情书刊 用试听设备看成人影片 晚上没事还开桌打麻将 而军方表示已经做出了惩处 国防部长高华柱也强调绝对会整顿军纪 传出有官兵在部队里看色情漫画和成人影片的 这是陆军位在台北线的官渡指挥部 今年7月负责指挥部伙食的一名士官 趁着空档休息时竟然私自开放休息室给四名士兵使用 一群人不但利用部队的试听器材观赏成人影片 晚上没事时甚至还开桌打麻将 休息的时间都是片段的 所以他基于好意让他们在里面看看报章杂志看电视 是基于一番好意 但是这部分的官兵没有说法 按照现在的规定我们实施紧闭或是回过的处分 官主部强调已经做出相关惩处 两名退伍的士兵也会要求他们出面协助调查 而国军一再传出军纪丑闻 国防部长高华柱再也看不下去 对于国军三不五时就出现脱续的行为 高华柱表示绝对会整顿经济 就怕先前救灾营造出来的亲民形象毁于一旦 准备 没人